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天换一次药 具体买多少药呢?要看每个人开裂的情况 一般用上三五天就会有效果 李医生把这个小妙方叫做手足开裂粉 首先我们来看看手足开裂粉用到的药材 第一 贵姿 姐姐含血的问题 贵姿新温可以驱寒 可以温精通落 把皮肤的精络疏通 并且温暖我们的经脉 把阳气送到我们的皮肤 手足温暖了 气血过来了 就不会开裂了 第二 五被子 有很强的收射作用 五被子可以收敛伤口 经常用作外伤 可以让伤口早一点愈合 化虎生机 让新的肌肤生长出来 第三 白鸡也能收敛伤口 白鸡配合五被子收敛伤口 并且它还能止血 以及修复身体的溃疡 还可以止痛 内虎外肤都可以 就是价格有点小贵 第四 陶仁 活血化瘀 陶仁可以让死血去掉 新血生出来 只要新的气血过来了 开裂就好得很快 第五 芝麻油可以润敷 手足开裂一定伴随着皮肤干燥 如果皮肤始终润润的 就不会开裂 芝麻油可以润敷 就好比给干燥的肌肤 下一场干度 我们再来看看 为什么冬天容易手足开裂呢 这是因为寒 冬天天寒地冻 很多东西都会被冻裂 大地也很干裂 广道也会被冻裂 所以是寒弦导致了手足开裂 寒则收饮 寒则凝制 手足受寒了 气血就过不来了 没有气血的滋润 自然就会开裂 朋友们 今天小小的手足开裂粉 学会了吗 别忘了把它也分享给身边 容易手足开裂的朋友 您有什么好的经验 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哦 送入玫瑰 手有余香 分享就是爱 就是福报 好了 看完今天的内容 请帮你一声 在视频下方 点赞 订阅 感谢您的支持 G PAT 2 2 6 5 9 5 6